所以我們說一句話 就讓社會來代替 我現在來教你講不懂得知道嗎 台灣的地位 到今天的為止 他不會說台灣人真的知道得很少 所以我常常用一個例 說台灣哪裡是誰 你如果說台灣是我們的 那種什麼叫做感情用事 一樣的一個道理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這你知道絕對不對 因為人家跟你說 國賓飯店的所有觀眾在哪裡 你拿不出來 你拿不出來 你敢不敢說台灣是台灣人的 NO 不是說你住在這裡就是台灣人 你想想什麼 馬英吉也住在這裡 有一天 中國人 習近平 他現在說有這個服帽 帶來台灣大 這樣台灣算是他的 你如果說台灣是台灣人的 那時候 很危險 中國人 將世宗 把他吞下去 就是用這個方法 他將世宗的人 把他搓到全中國 的25個性 26個性 現在如果要投票 我給你保證 世宗 絕對是 漢人 比世宗人 多 多 所以你說台灣人是台灣人 台灣 你如果用這個 這種政治上 感情上 的靠河 我們絕對失落這條 68年來 台灣因為受中國人 中國國民黨的統治 大家的政策 大家都沒有研究 其實 你如果研究 國際法 建政法的時候 你就發言說 為什麼美國一直堅持說 中國 你不能來拿台灣 中國 你不能來打台灣 那不是沒道理的 國際上好朋友 23條 說美國 是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主要占領 叫做Principal Occupining Power 什麼叫做主要怎麼看 我最近 有寫很多文書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我已經寫到 我自己本身寫到1502匹 但是 當初 寫到129匹 你如果 有心 你應該每一天 看一匹 每一匹 裡面 我都寫得很熟 說回來 什麼叫做建政法 有些人很多 尤其是一些 讀台灣的大學 甚至 讀書 報書 你說建政法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建政法 什麼是戰爭法 建政法就是什麼 第一 就是 海牙公約 海牙公約是1907年簽的 當然有經過幾十次 海牙公約 第二 日內瓦 和平公約 第三 紅十字會 總章程裡面包括 有關建政的部分 第四 就是 美國 最高反應 對建政的企業 第五 就是美國 陸軍總署 野戰手冊 裡面有三千幾條的規定 這五種的東西 合起來 叫做建政法 所以建政法裡面 裡面沒有條文 沒有說一二三四 沒有像說 憲法、民法 有跟你規定說 真、兩、三、四 沒有 它都是什麼 破了 叫做慣例法 在法律上 叫做慣例法 你對這個慣例法 有研究 之後 你就知道說 台灣的地位 其實 全世界共的國家 都絕對有在研究 建政法 美國、法國、英國、澳洲 這些比較強的國家 包括蘇聯 都有在研究建政法 中國在2009年 2007年 他開始研究 所以 他為什麼要研究 他不是說 因為我發表 很多建政法的問題 中國的中央 他覺得 怎麼有人去發表 有關建政法 所以 他在 南京軍區的司令員 担任武漢大學 87年 包括 各國的 國際法復習 去研究建政法 在2009年 他們出書 這本書 你拿來看 裡面的社會 和我社會 不像 我的書和我抄去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的建政法 不可能兩套 總共只一套而已 所以 但是他獨特 裡面欠一個保分 就是台灣 所以我可以跟你判斷 因為我最近 看到中國 他的一些學生 開始說了 他說 台灣跟中國 與情 與理 與法 都沒有關係 他怎麼這樣說 過去 他不是說 台灣的問題 是國共內戰 所產生的嗎 但是現在 我們在改變語氣 現在改變語氣 最重要的 你注意看 在胡錦濤 在執政 跟羅北 最外的三年 他說什麼 他開始 把中央規定說 中央領導販固 不能再一次 告訴大家 台灣是中國 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已經沒有說了 要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的 叫做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什麼叫核心利益 他不是說 這是他創造的名詞 但是現在不要看這裡 2000 就是幾年 幾年的五月二三 頭一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余政森 他是政協主席 還有 上海市的書記 他說這句話 他說什麼 民進黨 你如果不要法理台獨 我就願意 坐來跟你說 各位 中國現實是 他們的看法 看我們這個團體 台灣民進府這個團體 他將我們當作 我們是民進黨 其實差很多 我們絕對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的當中 第一條說什麼 台灣是主權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我告訴你 民進黨 你不能叫他民進黨 你應該叫他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中國國民黨 不用說 只有中國那兩次 你看就知道了 我請問你 中華民國跟中國 有不一樣嗎 中華民國的簡稱叫做中國 中國 我告訴你 在1996年 你選這個總統那些 為期以後 1998年左右 我 我 和那些國台的議長 副議長 叫做謝龍勝 向李政委的命令 跟那邊談談談 談談 我印象很刺 他怎麼跟我們說呢 他說 李政委 跟李政委說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改名 改名 要改什麼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改作中華民國 但是你中華民國也要改名 叫做中國 我害了 兩名都變成中國 這就是所謂的兩個中國 當然 後來這個謝龍勝 因為中風 所以經過三次的談判以後 因為中風的關係 所以不繼續 接下去 我媽在中國辦公 叫軟劑 不可以回來 後來我是偷偷回來 這個問題先放在旁邊 剛才我說 說一半 台灣的地位 夠怕留意志 外面 不管你是民進黨 你還是國民黨 你是親民黨 還是台聯 還是台東聯名 甚至現在 有的人去掛調會 說他叫做台灣政府 你要叫台灣政府 就表示說 我們已經是一個主權 動力的國家 所以你不能亂說 台灣政府 你如果說台灣政府 美國的我們看 你就是台獨 你有台獨的事項 這不能夾 你如果夾著 我告訴你 麻煩美軍 你如果有台獨的事項 一定把你切開開開 在那裡說 我以後對政治 我就不想參加 以外 你想想看 台灣這個土地 什麼人的 我掌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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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麻煩調的 上面下 台政大國的大風土 和大日本大國的大風土 共同簽約 那是風土 對風土 所以 日本田農 有這個土地 以後 一直到日本風土的人 從起工來 1937年 風民法 什麼叫風民法 因為這個土地 看日本田農 日本田農 以後 和1945年四月 這非常重要的日子 宣布在台灣 實施民地憲法 民地憲法 民地憲法 在萬國公法的規定 你如果這個國家 實施民地憲法 就是表示這個土地的老百姓 都變成他人 他自己那個國家的人 在日本稱為臣民 新民 到底 是變成他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我們台灣 當中日本時代 有十九人的總統 人家說 最後一人的總統 是第十九人的安藤立志 不對 安藤立志 這個十九人的總統 不是由天皇人民的 是由他的首相人民的 日本天皇有土地 有收入款 但是他將他的管理款 跟中立 這個土地的紀念 在1945年四月初開始 變成日本天皇的土地 變成日本政府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當然 這個土地 不是叫做總統 從那個時候開始 要改造地屬 但是那時候 怎麼沒有改造地屬 因為在1945年的時候 那時候 劉強和台灣這兩地的土地 日本的軍隊 合作第十方面軍 第十方面軍 所以第十方面軍 在1945年四月初 剛才一樣一天 台灣時期 憲法的時候 美國 攻破這個劉強 在1945年 1945年 會九月初日 麥卡社規定說 劉強的人 要向尼米茲上將投降 台灣的日本人 要向 酒改造 導航 所以 酒改造 在我們的庫本裡面 我們聽他們說 日本向中國導航 日本不向中國導航 你想 中國去到日本打得咪咪咪咪咪 已經糟糕 蘇川 兩妹滅亡了 他哪有可能 那是我們的貴博書 他的名字很好的 他說 劍白的劍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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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那兩粒原主堂 中華民國改救 如果沒有 他就投降 說跟余政生五元二三 他說 法理台東 我問你 民進黨當時有說法理 沒有 民進黨委託都說感情 用政治的 民進黨 蔡英文說這句話 在 兩千空 十二年 會做十月 十日 他說什麼 十月十日 他說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已經不算外來的賬款 中華民國是 台灣政府 我跟你說 說這句話 美國是非常非常受到的 所以 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注定 割英文 不動算 不動算 他自己覺得莫名其妙 又輸了多少 輸了八十萬票 所以 我們政府 台灣的這些情形 實際上 美國都全盤掌握 我今天 給各位說一個秘密 我第一次說 今年是二千空十三年 今年是二千空十二年 十三年 二千空十四年的四月分到六月分 聽清楚 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向台灣發行 帶有晶片的身份證 絕對你都不知道這個消息 補照也都要過不知道 美國有跟我們說 所以美國叫我們的速度要更快 我們更快的時候 要怎樣 我們的新聞情 後來 你若是認為你是台灣人的 你向我們台灣民進府申請 你若是認為你是中國人的 你可以向他中華人民共和國申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的委託是什麼 我去收 可能他的委託 離行什麼 台灣人互相說 喔 我去中國都不用簽證 拿著就像他們人 我跟你說 你不能 吃眼前 你不能叫他 你賺到 你沒有賺到 你沒有賺到 美國人 這個土地是他的諧念 為什麼他的諧念 我們兩千萬四年 十萬二十萬 我們控告美國 五個結論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性能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 要再生活在政治的聯絡 什麼叫政治聯絡 我們公公要再去選舉 這種包條的 公公拿中華民國新聞前 在選中華民國總統 明明你就說你台灣人 我問說 是台灣人的搖手 台灣人的搖手 如果中國人搖手 沒有人搖手 但是你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什麼時候選過台灣總統 沒有 如果真的要做台灣總統 就要怎麼樣 一定要台灣出事 現在法律都在他們變 麥英九 以從部隊出銷 部隊出銷 不是麥英九的意思 是誰的意思 是美國的意思 什麼美國的意思 是我們民政會的要求 因為我們控告美國 台灣人是在做什麼樣的兵 做兵就是要效忠誰 我們哪有可能效忠中華民國 日本時代 什麼人要訪詐台灣 美國 美國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對不對 我們在訪詐的時候 美國是不是台灣人的敵人 是不是 人家幫你訪詐 你想不想說是不是敵人 有可能 人家幫你打你都不知道 要是你的敵人 那時候 米二教 我們的老爸老母 或是阿公阿嬤 說走米二教 你們聽過嗎 那都是美國的分機 你不能說 美國訪詐台灣 大家都知道 你不相信你去外面問 很多人跟你說 那就是日本訪詐台灣 我說 你們阿公阿嬤 還是老爸老母 那時候是什麼時代 日本時代 日本人哪有訪詐 大家訪詐你自己 美國訪詐台灣 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美國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所以 中華民國是我們台灣人的敵人 這很簡單的邏輯嘛 台灣人就想不到 教養的關係 教養 所以中華民國是我們敵人的時候 我們要理會做兵 我把美國嚴重抗議 為兩千抗七年 抗議到現在 抗議到現在 當然現在比較好 我就要跟他們打 我跟歐巴馬打 你如果讓中華民國 叫台灣人去做兵 我去國際法庭 自己告 你是違反戰爭法 所以你想說 麥英雄 無關他的什麼 國防部隊 他建議說 歐巴要恢復 不敢恢復 你不用擔憂 我們台灣 很多人 差不多 兩千三百萬 幾千三百萬 是中國人 差不多是千八到兩千左右 我們沒有武器 我們說的話 在全世界 沒有人跟你聽 為什麼 你台灣人說的 都是感情的 都是政治的 沒有人在照法力 所以人不可以跟你聽 所以有時候我看到 我們台灣人 在街頭 都在抗議 跟警察 都在這樣 我覺得 這時候我很無聊 所以你要記住 你來台灣民政府 你參加台灣民政府 來受訓 為什麼來受訓 因為美國要求 我們跟美國說 你的政權要行為 他說 你 要行為可以 你有人嗎 我想想說 我們沒有人 你在外面 很多人都會發台獨 你說你去找人 找四千萬 跟你台灣民政府 同心 要照法力 我美國在後面給你看 所以 兩千空十年 一月 十四 十五十六 第一季 我也是第一季的學生 這樣 最嚴重 最嚴重 中 都沒有休息 我們現在普通班 有三千幾個 國際班 是 這兩千五左右 兩千五 差四千個 還差一千個 所以 如果普通班 這三天 美國政府 送你們 一面 美國的國際 大面 不是小面 大面 但是他希望說 你要把它掛出來 你要掛的時候 希望你們 不可以用 鐵膏 他說 你台灣人最愛用鐵膏 因為我們台灣有這幾個 鐵膏 送菜桌 你送菜桌 還把美國機 他說不 一定要用鐵膏 這個鐵膏 你外面買不到 那些老英 是由羅馬時代 傳傳傳到現在 像美國的內政部 他們在優勝 都是這支 所以我是希望 我們可以 你如果家裡沒有 如果有的就有 用具 如果沒有的 請來買一支 那一支是四百塊 如果只買頭 也可以 頭是一百塊 你如果說 買頭回去 要倒下去 這樣可以 從頂級開始 因為馬年 美軍買一台 美軍買一台 我們台灣民進府 也希望 那些美國的國際 把它拆起來 台灣民進府 今天也順便 把它拆起來 所以 我是 這樣想法 你如果買錢 這樣 那一支 台灣民進府 國際 免費送你 我沒辦法說 完全免費 因為我完全免費 我們就不一樣 沒辦法 你們沒辦法 台灣民進府請你押手 不可以押手 好 絕對不會 我們不用自己沒辦法 你看台灣這些政黨 對一個政黨 沒你沒辦法 那你沒辦法 他電腦換碼 我們說 詐騙分子 所以 我就跟他 問說 到底 你台灣 我們這個台灣民進府 把什麼人 沒過一家人 沒有 到今天為止 所有的優惠 團員 中華民國 體制的 警察也好 反應也好 對台灣民進府 到今天為止 沒有一個人 讓他受憲法 以上的處分 甚至 車牌 USMG車牌 掛著打麻將 上個禮拜 我們在花蓮 高砂族 那時候我們的車牌要不出來 那時候我們的車牌要不出來 他們就自己做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要是 警察很壞 把他拆掉 再開兩張法庭 但是 不用擔心 他回去後 那天晚上 全工獎 那兩張法庭 走去引導 把他收拾回來 車牌又行行 因為 美國已經 尤其是西拉蕊 已經跟中華民國說得清楚了 這個團隊 就是我們台灣民進府 是照國際法庭 你不能用行輸 衛生的處分 來處分 這個團隊 所以 有的人是想說 我去收分 好像不像 意識 重擁那個味道 好像變做革命先列 各位 台灣民政府 不叫國威來做革命先列 我要叫大家做革命先行者 大先行的人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 你說 去市委 去抗議 去等級 不用 都不用了解 多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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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行 多一 也不錯 你不用 你抗議 你看 這麼多人 替民進黨 去市委 什麼市委 都找不到 你不用 我只跟各位說 你的嘴 我要用你的嘴 就好 你在這裡上課 很痛 尤其 那本書 新台灣論 其實 剛才連先生 跟撒開 高雄支援集團 他如果不介紹 我也不會介紹 最三天的口 你說 這樣 就已經很厲害 沒有那些事情 絕對沒有那些事情 這裏裡 有很多 美國的秘密檔案 提供了 我跟社長民主 放在裏裡 所有台灣的問題 你在那邊都會找到答案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國基版的筆 我們會發一張結業證書 給你 那張結業證書 聽清楚 就是後來台灣民進府 這場 以後 你的公務人員 任用證書 這張公務人員 任用證書 後來是永遠有效 好像不會是國民黨的老鵝 老鵝 你聽不懂 他們叫什麼 他們叫什麼 農民 農民 農民的鄉修 他就沒有替台灣做什麼事 到現在還要你一萬萬幾 所以 我希望各位 做我們台灣民進會的老鵝 你來 收分 你有那個畢業證書 後來 我們這場議要的 可恥 一樣要可恥 但是 老鵝不用可恥 老鵝因為有 畢業證書 你們大型艱苦 做這班三天 還有這班三天 剛才六天 我是覺得 你如果有時間 應該 可以來參加 這個國旗班 的收分 因為 我們這次 算是運氣也不錯 因為後禮拜 的拜五就是國旗班 所以 讓我們大家 知道這個事情 再來就是 台灣的地位 當然我在明天上 我會說得更清楚 國旗班 就是要再進一步 在法理上 台灣這個土地 是要怎麼收 日本天皇 這個 庫上的義務 還拜台灣 怎麼走 那是 他們說 那是國旗班 這裡我就讀的 那國旗班 就是先知道的了解 一般 因為國際法 裡面所說的 跟這個 我跟各位說 我們來這裡最好 有兩項 第一 禱天 referral 恆領不能移轉租款 佔領 不得移轉主權 佔領 不得移轉主權 你託一次好不好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Crystal 減領不能移轉租款 減領不能移轉租款 因為這點你就知道 中國真的來派他派 剛才說他自己派了 把你減掉 他不能移轉租款 不能變成他的 因為現在國政法規定得很清楚 第二點 流氓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流氓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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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 英文文文都沒有變成國家 因為他沒有做就地合法 他能夠就地合法 世中老大在印度變成國家 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 法國流氓政府 走到英國倫敦 它叫做什麼 French London 比利時 流氓去倫敦 叫做比利軍 London 韓國流氓在上海 Korea 上海 中華民國流氓在台北 叫做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那些都給你騙 那個名字叫做 Chinese Exile 流氓 government in Taipei 後面這個台北是城市 這是國際法的規定 全世界都知道 說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 只有我們台灣人 傻到那些學家 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變到那些 變到那些都要做 那就流氓了 所以每一次 什麼亞運 奧運 拿著錦標 機子 排到先後隊 你扔著錦標 廖手 我說那個機子就不是你的 你拿一扒 如果後來要扔機子 就拿我們這機 對不對 所以我也希望你們 這個沒共病 如果有良好錢 買錢 你不能像買美國的 美國比較多錢 還欠很多錢 我們慢慢賭 在明天的上課我才來講 這樣好不好 來 各位謝謝